我们现在要公布的25案跟26案 那第25案是我们这案24的外申女 案246是案24的同住的次女 所以算是一个家庭内的一个亲密接触者 那第24案 也最近公布第24案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那经过我们相关的疫调 我们加强的筛 就是说那个裁剪 那家人的部分 我们现在要公布的25案跟24案 那第25案是我们这案24的外申女 那案246是案24的同住的次女 所以算是一个家庭内的一个 亲密接触者 这两位是我们的25案跟26案 那整体这样24案里面的一个相关的一个 我们这样的一个裁剪跟疫调的情况 那目前我们匡列的接触者 总共是391位 那已经裁剪了169位 那其中阳性就刚刚讲的这两位2526案 然后阴性的有143 那检验中的有24 那中间大家也看到说有一部分的人我们没有准备 在第一个阶段并没有裁剪 当然有一些在联络中 那最重要的这216案都是主要是过了潜伏期的 主要是过了潜伏期 那这个案子里面比较重要的大概是我们的医护的人员 那我们要设定的接触者是154位 裁剪的145位 那阴性是129位 那检验中的还有16位 这时候我们现在24案到26案 我们的疫调跟裁剪的一个情况 先跟大家这样做报告 凡事公开透明嘛 也许会有一点 有些会比较紧张干什么 但是你不公开 大家每天在猜更紧张 你问我的话 公开透明是我的政治主张 我觉得是这样 当然 有时候公开会有引起什么恐慌疑虑 那问题是不公开不是恐慌更多吗 公布跟不公布会影响到要不要一起开设 凡事公开透明嘛 也许会有一点 有些会比较紧张干什么 但是你不公开大家每天在猜更紧张 所以这会影响到北市公开 北市开设一级的事成吗 不会啊 我还是专业处理的 这样啦 这个有时候就变口水战 像说收容所 你看看全世界从武汉撤侨的国家里面 不公布收容地的有几个国家 你讲给我听 哪一个 如果我们是唯一的 那那那那那 我认为台湾人民啦 水准过啦 就是说他还是 比方说你收容只要摆哪里 也许他还是会抗议 但是他也知道说他就是一个表态 他也不会真的 真的去把你挡住 因为还是不会啦 所以 我还是主张公开透明 然后我也相信台湾人民的水准过 请不吝点赞订阅